花椰菜有著豐富的營養素 還被譽為是超級食物之一 而根據研究 發芽三天的花椰菜幼苗 富含蘿蔔硫素 更是成菜的二十倍 在日本就被稱為最強健康蔬菜 而台灣有業者看診商機 取得日本生鮮領導品牌的獨家授權 引進特許的青花椰種子 並斥資千萬以專利開發的機器培育 不用營養液也不施肥 完全就以沉水栽種 新型態的超級食物要進攻生鮮市場 挑戰年銷150萬盒的目標 這是我們常吃的花椰菜 而這個是他的寶寶 是發芽三天之後的青花菜苗 因為營養素非常密集 在日本有著最強蔬菜之稱 而現在就有業者引進台灣 要搶攻健康飲食市場 2020年台灣保健營養食品市場規模 達到新台幣1512億元 在新冠疫情推波助瀾之下 2021年增加到1596億元 成長率逐年增加 顯示國人對健康管理日益重視 其中芽菜栽培更是因為講求新鮮 保存不易 必須臨近大都市消費區 較無進口商品競爭壓力 投入芽苗栽種產業 已經10年的徐韋哲看準商機 耗15年取得日本生鮮領導品牌授權 引進專利青花椰種子 目標要挑戰年銷量 一百五十萬盒 青花椰最營養風波的階段 其實是在幼苗的時候 因為幼苗裡面有一個 很珍貴的營養叫蘿蔔柳素 這個蘿蔔柳素會是成菜 花椰在成菜的二十倍到五十倍 蘿蔔柳素是一種存在於 十字花科植物中的營養素 目前已知有抗氧化 抗發炎等功效 因為不耐熱 生食是最佳的攝取方式 但也因為要生食 該怎麼種 用什麼種 都得嚴格把關 打開燈 輕輕喚醒 從日本千里迢迢而來 在低溫中沉睡的種子 提醒他們該是展現生命力的時候了 那因為我們整個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會添加另外的藥劑 然後另外的營養液或化肥 所以它唯一會接觸到的就是 設備跟水 所以水的乾淨的東西就我們很重要 所以我們這個水 我們當初也是花了很多的成本去設計 然後它有經過多到的過濾 這個水就算是我們自己打開 我們自己喝我們都可以安心生硬的水 像父親一樣 徐偉哲每天都得到農場 細心照顧這些即將冒出頭的小小綠藝 每一批董事要做的事情就是 定時的過來看它的發芽情況 那我們會要憑經驗看說 它目前發芽的速度 是不是跟我們預期一樣 現在經驗豐富的徐偉哲 其實過去跟農業根本沾不上邊 他是台大財經系畢業的高材生 在金融業工作一段時間後 跟大學同學一起興起了創業的念頭 但既然捨得離開原本 薪水豐厚的工作 那創業就不能只是賺錢 那時候一開始想法很單純 覺得說如果我們三個人 可以成立一些公司 這些公司可以從身體 從內到外 就是都可以帶給消費者有幫助 對這個社會更好的產品的話 來改變這個社會 好像是一件蠻有趣 然後也覺得是蠻美好的一件事情 親手栽培出綠意盎然的生命 原來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第一期會先轉大概一分鐘 然後才會開始噴水 所以通常會觀察到它順利噴水 才會離開這樣 白色光源下數個透明滾筒不斷轉動 像極了太空艙科技感十足 水量 溫度 光照量 通風 甚至二氧化碳濃度都全程監控 這是專門為了讓脆弱幼苗們 健康長大所設計出的保溫箱 這個設備等於是有點像是一個 幫每一批青花椰的種子 創造一個微氣候 在一個它最理想舒適的氣候裡面 創造這樣的環境 讓它在餐廳裡面 可以不只舒服的長大 那它在最理想的這個環境之下 它也會 生理作用也會快速的累積 蘿蔔硫素 這邊你看到的是它長大之後 脫落下來的種子殼 然後可是有一些就是像這個 這個就是沒有發芽的種子 最初以為砸下千萬引進設備 只要種子參數都相同 栽種應該輕而易舉 卻沒想到這些芽苗寶寶 一鬧起脾氣來 可是讓人傷透腦筋 當新廠落成的時候開始生產 帶給我們的其實是長達半年多的 沒有辦法出貨 我們的溫度 各個設備顯示都是正常的 都是合理的數據 可是實際上它就是長不大 它就是會中間死掉 前一天還頭好撞撞 隔天就全部死光光 為了找出原因 許惟哲所幸在農場守夜 也是有點牛脾氣 就覺得說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原因死掉 那至少 我可不可以知道你什麼時候死掉 所以我們那時候可能會 就會開始睡在農場 然後呢 而且我們還不敢跟芽苗睡在一起 因為我們可能怕說我們睡覺啊 呼吸二氧化碳會影響到它 我們是就是簡單的 在生產區外面打個地鋪 如今產量總算是穩定下來 那品質呢 藝術是一傳過來 他們也是需要等於是考試 就是說那開始把我們這邊 種出來的 然後去送業 去證明 就是都有通過 因為我們是五十克嘛 可是它那邊檢驗是以一百克為基準 所以一百克 四百二十八NG 就是確認說都有超過這個量 那它就是發了這個證明 高濃度的營養素 也被知名連鎖美食餐廳向重 設計出專屬菜單 色彩繽紛的蔬果加上炙燒雞肉 再撒上一把青花椰苗 更添清爽風味 這個青花椰苗它吃起來 第一個是它的尾韻 會有一點點的辛辣味 然後有一點點 我自己覺得會有點像 有一點芥末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它去搭配肉類 或者是搭配一些魚類 它其實可以帶出 它就是更平衡的感覺 他們也進軍各大通路 積極擴展市場 目前整個看起來 它的銷售狀況 幾乎是每個月都成長 大概三成 那對我們來講 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一個商品 那所以基本上其實買過的很多顧客 他們其實都會持續再回購 甚至很多的顧客 他都會知道我們哪一天進貨 就會搶在那一天來 要買最新鮮的青花椰菜苗 所以我們希望台灣的餐桌 能夠有更多真實的營養出現 然後大家也可以把30秒 變成是一個營養的習慣 想把青花椰苗融入日常飲食 醫師也有專業建議 那蘿蔔硫素它其實抗氧化效果 是非常非常強的 比一般大家常聽到的維他命C 或是骨光肝胎都還要強 這種營養我們平常在吃的時候 要注意就是最好可以跟脂肪一起攝取 因為它們是脂溶性的 酪梨有豐富的油脂 和不飽和脂肪酸 優格則是蛋白質與鈣質的良好來源 與青花椰苗三者搭配 雖然簡單 但已經含有多重營養素 還能增加蘿蔔硫素的吸收效率 魚鮭魚搭配 或打成時下最流行的綠拿鐵 都是好選擇 綠拿鐵的好處 就是因為有些人的腸味道比較不好 那纖維比較難吸收 所以我們把它打出來 就可以更方便吸收 又可以一次吃到很多的植物 顏色看起來很漂亮 蠻好喝的喔 那醫師在這個像是 這是可以每天喝的東西嗎 對 其實是可以 因為一般人來說 他如果一天喝個一杯 大概500到600cc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可是有一些人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蔬菜裡面的 假粒子含比較多 所以如果腎臟比較有問題 或者是有在服用抗瘍血劑的病人 可能要諮詢一下醫生 虛偉者也試著延伸觸角 萃取出青花椰苗的營養素 應用在日常保養 期待將這些成長茁壯的 小小芽苗們 帶進更多人的生活當中